嗨 大家好 我是健身工廠的滴滴教練 那夏天要到了 那我們這個穿背心的時候 除了露出手臂以外啊 背部也是一個非常非常加分的條件 所以今天的話滴滴教練就會想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怎麼去解密這個背部切割度的部分 那其實我們背部要有一些線條跟體脂絕對脫不了關係 但是今天的話滴滴教練就是希望以訓練為主 訓練為主 那訓練的話我們主要會分兩個最大的要素 第一個的話叫做強度 第二個的話叫做角度 那強度的部分的話我們會在意的就是 加重時你的身體是否能保持穩定 向心是否能靠主動肌群收縮 以及離心時你的核心會不會有一些崩掉的狀況出現 那當你向心離心跟這個核心穩定 你都能夠做得好的時候 你加重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強度才會有意義 那第二個的話角度 我們背部在身體來說的話相對是一個比較大的肌群 它覆蓋身體的面積很廣 所以我們要使用到的部分的話就會是有一些多角度的部分啊 手把的變化 以及身體角度的變化 訓練上的話它角度上多了 你的切割度就會越來越明顯 那我們肌肉線條的話跟背部的切割度啊 其實跟體脂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我們基本上要降體脂還是需要做一些有氧 那你有沒有試過場館內的滑船機 端午節快到了 那為了應景呢 健身工廠我們每週三跟六都有一個滑船奪旗爭霸站 你只要跟現場的健體顧溫報名 就有機會獲得一個月的免費匯集哦 那背部訓練呢 第一個動作教練想為各位介紹的是槓鈴滑船 那槓鈴滑船的部分的話 它其實是相對比較難的動作 因為它在整體背部的收縮上 它要動到的肌群會比較多 所以它在控制上相對就會比較難 如果我們今天只是單一肌群會簡單一點點 但因為槓鈴滑船它是整個背部都會使用到 啟動的時候會是擴背 擴背帶動以後我們拉的過程呢 會是整個菱形機到旋轉機群 甚至到大圓小圓機 它都會參與進去 所以我們在滑船上 它整個背部動到越多 難度就會比較高一點 那它的起始動作呢 我們會把槓鈴起槓以後往後走 那第一步驟我們要先確定 你的大腿後側 以及你的核心能夠保持穩定 所以屁股向後推 槓鈴越略超過膝蓋的時候呢 你要先感受一下 你的大腿後側會不會緊緊的 如果有緊緊的代表你是穩定的 那在這個情況下面呢 我們才會做滑船的動作 那拉之前我們先確保 挺胸 槓鈴呢 順著你的大腿 想向手肘 向後肘疾 將槓鈴拉到肚臍 那在這個動作我們叫向心 就會是往 背部收縮的方向去走 那在這邊要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你今天往後拉 沒辦法拉到肚臍沒有關係 主要是你的背部有沒有做出一個 收縮的動作 那在這部分呢 我們會是向心為主 那如果今天你這個動作都OK以後 我們會建議 手臂可以稍微再往前滑一些 那這個的話呢 就會讓你的肩膀再稍微向前延伸 那這邊會注意 如果你今天在延伸的時候 你的身體鬆掉了 那就會建議 你不需要往前 盡量讓肩膀收在身體的兩側 去做向心就可以了 所以在這個動作當中 我們會比較建議 盡量以向心的收縮為主 向心的收縮為主 等到背部都可以做收縮以後 我們才會去練習離心的部分 才會練習離心的部分 所以隨時要注意自己的腰啊 大腿後側啊 會不會有不舒服 或者是說你今天背部已經沒感覺了 手可能拉得很多 那就會建議盡量把肩膀給lock住 再去做 順著大腿往後拉的動作 結束以後站起來 往前放回去就可以了 基本上像我們剛剛講的騎士動作 為什麼這動作比較難 因為我們一開始在起槓以後 我們就會把槓鈴呢 往前放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 照理來講這個動作我們叫寬腳鍊 它就有點像硬舉的動作 大腿後側有感覺 肚子有保持用力 這時候在做拉的時候 如果你前面這邊都OK 那你的腰不會痠 那就代表核心穩定了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一拉上來 欸教練我覺得拉完 我就做了12下15下 我覺得腰反而比較痠 那我們就可以判斷說 會不會是你在拉的過程當中 過度的拱腰 過度的拱腰 那如果這時候腰會參與進去 那就代表說你的背部並不是主導的 所以我們就要從核心去下手 去找一下說 欸我的核心能不能保持穩定 那這個時候在拉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過度的拱腰 就可以避免到腰痠了 基本上你的身體啊 就是我們可以先站著去判斷 假設如果我今天在做拉的時候 你的肚子這邊會往前突出去 像這樣子 那這個突出去的動作就叫做沒有穩定 所以正常來講我們在拉的過程當中 盡量會讓肚子的位置會往下沉 再去把肩膀的位置往外往後拉開 所以如果你的肚子在操作的過程當中會一直動 比如說這邊是我們的肋骨 這邊是我們的肚臍 你在做挺胸的過程 這邊會打開來 像這樣的話就會變成是核心沒有用力 所以你可以從肚子的這個活動來判斷 如果我今天拉肚子的活動很多 會這樣蠕動 那這樣就是核心沒有穩定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核心是鎖住的 拉 那這樣就是核心相對是穩定的 腰痠的比例會比較下降 那我們第二個動作的話呢 會是Cable的高位下拉 那我們會先講解一下 為什麼我們剛剛在做鋼鋼划船結束以後 我們會接著去做Cable類的 因為其實我們在Cable的選擇上啊 你今天在做收縮跟延伸相對來說會輕鬆很多 跟剛剛我們做鋼鋼划船 我們的核心用力比起來來說 Cable會舒服很多 甚至我們在大肌群使用完以後 我們可以更專注在背部的收縮上 所以我們的選擇會在Cable這邊 那第二個就是在把手的選擇 我們在把手選擇上呢 我們會有分正手 對臥跟反手 那像剛剛的話 我們做鋼鋼划船就會是正手划船 那正手的話其實基本上 它其實吃到會比較偏上背一點點 那我們第二個選擇的話呢 就會是踩中立的把手 那今天我們在做中立把手的時候 相對呢它會比較往中間去走 所以以背部的細節刻度來說 我們其實把手的部分 其實要有一些變化 它相對來講 它能夠吃到的雞群 就會再更深一些些 那如果我今天是踩反手 甚至它可以再往擴背肌的下段去走 所以正手會比較偏上背 對臥把手的時候相對來講 它會比較往中間一點點去走 那甚至到反手的情況下 它能夠吃到擴背肌的下緣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每一個場館 都會有很多種把手的設計 那我們在挑選上的話 就可以更多元更廣 然後你們在背部的訓練上 相對的也可以更完整 待會我們動作呢 會是先把把手往下做 拉了以後往下做 那這邊的話呢 會有一個小小的細節 你的屁股可以稍微的往後頂 讓你呢 屁股跟手把會有一個前後拉開的感覺 所以如果說我單純這樣做著放鬆 這樣是沒有出力的 身體是沒有出力的 但是如果我把屁股稍微向後頂的話呢 我的背部的延展就會做得更多 所以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你的肚子要注意要先把它收住 收住以後呢 你就順勢的把它往下拉 保持好挺胸 手肘盡量去靠近你的肋骨 繃緊以後呢 再慢慢的向上延伸 那到這邊以後呢 我會建議就停 如果你今天背部感受比較差的人 肩膀在身體的兩側就停 那如果說你今天可控制的人 你可以稍微再把手把 向上延伸一點點 那像這部分的話 也是屬於離心收縮的部分 你能夠感受到背部有明顯的伸展 伸展以後呢 再把它回正 啟動了以後再向下拉 收到你的肋骨兩側 往上延伸 撐住到這個位置 OK的會員 再幫我身體往前趴一點點 再向下拉 收緊 那因為對臥的關係 手肘的位置相對可以更窄 那背部的收縮就會相對更明顯一些些 其實基本上我們在做這個 往上延伸的動作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 一個端點不動 一個端點動 所以這時候我的感受 其實在這個延伸上 我反而是被動的聳肩 主動的伸展 主動的伸展就是指說 我今天拉開的位置 就是我們要訓練的位置嘛 那我今天拉開的位置 是在這邊 那其實我的肩膀 這個地方其實是 不太會有感覺的 可是如果我今天 是在向心的時候 我在出力的時候 我在拉下來的時候 我出現了聳肩的動作 這個時候就會很明顯 覺得這邊出力了 那這個情況下 我們才需要特別注意 是否聳肩拉 肩膀是否往後或往下 那在往上的時候 我們反而會注意的是 我的肩膀在這個位置上 穩定以後 還能不能夠再做 背部的伸展 背部的伸展 所以這個時候 我的肩頸其實是 被動的被往上拉的 它不是主動的 去做聳肩的動作的 所以這個時候 就不太會有聳肩的感覺 那這個情況下 也會是很多 我們在選手身上 你會看見 它的操作行程會非常的長 會非常的長 那這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因為它在這個情況下 它的背部的寬度跟厚度 在延伸上 才會比較明顯 但是這邊教練要提醒一下 如果你今天再延伸出去以後 你是沒有能力把它收回來的話 那就會建議延伸這個東西 可以先省略不做 盡量還是以背部收縮為主 如果說你今天延伸出去了 可是你拉的瞬間 你就聳肩了 那這個情況就本末倒置了 所以我們還是會建議 能夠先把肩膀收回來 向下沉 這才是最理想的 OK 所以它的難度 會是有一個退階跟進階 先能夠做出收縮 好 確定收縮沒問題了 我們才會去做離心的收縮 這部分是離心的收縮 因為其實我們今天背部的話 我們會有分水平跟垂直 那其實意思是說 我們今天在每個角度上呢 像剛剛我們是整個背部肌群收縮 那像現在這個肌群的話 它往下拉呢 也會是以擴背肌為主 那後面呢 收到最底 也會是以菱形肌為主 中下斜方肌為主 所以基本上它的收縮上 會相對再更偏在中背跟擴背的區塊 但是如果今天我們是做 槓鈴划船 它可能連上背都會參與進去了 連上背都會參與進去了 那相對的 它可能擴背肌的下段 相對就會比較少 那在這個角度上的話 中下斜方道 下擴背 中下擴背都會有參與到 所以它的刺激度相對來講 就可以再更往下面去走 就是我們想要的寬度啊 或者是厚度就會比較明顯一些些 上個動作的話 我們教練介紹的會是 單手划船 那這邊選擇的會是Cable的部分 那為什麼我們會用Cable來做 而不是用啞鈴來做 是因為我們今天Cable在收縮上啊 今天往後到底有感覺 往前延伸 也還是會保持一個張力的 但是如果是啞鈴划船的話 我們今天拉上來 有感覺 可是下去以後 基本上是沒有感覺的 所以在選擇上 我們會建議用Cable來操作 它的整體收縮上就會比較完整 我們也會知道說 我們在訓練 離心收縮會是肌肥大 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我們意思說 我們今天背部要漂亮 切割度要有 延伸也要有訓練到 不會說像啞鈴 我今天往前放 放到底 就沒有感覺了 就沒有感覺了 所以Cable的話 會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那第二個部分 我們今天不是採坐姿 我們會是採櫃姿 那為什麼會是採櫃姿呢 因為我們今天在櫃姿上呢 如果我們希望整體的擴背 能夠有個比較完整的收縮 我們會讓身體稍稍的往前趴 那這個部分呢 叫做肌肉的走向 如果我今天單純是坐姿的話 我的身體很直 我往後拉 它會比較往上背去走 那這是沒有問題的 但如果我們今天目標呢 希望整個翅膀能夠長出來多一些 背部的細節能夠多一些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會建議身體要往前趴 那往前趴的話 如果是採坐姿往前趴 腰可能很容易就受力了 可是如果是跪姿 我的身體就會很穩定 甚至我的手可以這樣撐著 這樣我身體往前趴的時候 我在收縮上 孤立性就會很高 那我們在訓練呢 如果我們今天希望肌肉纖維 能夠變得比較明確 能夠長出一些鬼背 或者是細節 身體的穩定度就會很重要 身體的穩定度就會很重要 好 那所以待會兒的話 我就會示範 第一我們先把身體的位置架好 有幾個地方注意 大腿這邊要抵住 右手的位置撐在身體的前方 所以身體傾斜角度 大概會是20到30度 這時候你的手臂伸直的情況下面呢 你就可以慢慢的把手把 轉進來 好 這個時候要怎麼抓你的行程 我們基本上會以肩膀為主 如果你今天在往後拉的過程當中 你發現 到這邊背都還有感覺 可是如果我再繼續往後 我就會覺得手臂出力 或是聳肩 或是有肩膀前旋的狀態 這時候就代表你的操作行程太後面了 所以要盡量以擴背收縮為主導 所以如果我的擴背收縮 到這邊都還有感覺 可是再更往後 感覺不見了 那就代表這個操作的行程太後面了 所以每個人的行程其實是因人而異的 完全端看於你的擴背肌怎麼去主動發力 收縮 向前延伸 OK 那這邊的話會有一個差異是 我們剛剛前面兩個動作都會是雙手 可是這個動作我們卻選擇單手 我們為什麼不兩隻手一起做呢 第一個當然這樣做很怪 第二個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們其實背部是一個弧形 我們背部弧形的情況下 我們做雙手 它能收縮到的位置其實有限 可是當我今天做單手的時候 它的延伸就可以比較多比較廣 甚至它再往前延伸的時候 它可以拉得更多 收縮上的話它相對會更細一些些 這個是單雙手的差異 因為背部是弧形的 我們在收縮上 可能到某一個位置就卡住了 可是如果我今天是單手 我相對我可以做更多的收縮 身體的轉動啊 甚至是延伸啊 側彎啊 它那個感覺就會再更明顯一些些 那這就是單手的好處 可是如果我今天做雙手 我沒辦法做一些身體的變化 我沒辦法做身體的變化 可是單手就有辦法 單手就有辦法 所以差別會在這邊 一般來說的話 伸縮我們如果是左手就拉左邊 沒有問題的 那大腿的部分我們會先抵住 右手的話會浮在身體的前方 然後把手一開始呢 我們會是掌心朝下 挺胸以後呢 視線朝前 肩膀的位置主導 所以肩膀先帶動 所以我的手臂一開始不會拉這麼用力 是以肩膀優先轉動 擴背收縮 手再拉進來 這時候會建議你的手臂 到身體的側邊就可以停了 千萬不要想著往後超過身體 如果你的手臂超過身體 通常啦 就都會從肩了 所以盡量以靠近身體為主 收縮 那我們剛剛的角度的話 我們有從鋼鱗划船 比如比較偏向正面的 然後單手划船 比較俯瞬一點點的 到高位下拉 然後到最後的角度 會是像這樣子往下拉 所以其實我們如果 背部要有細節的話 角度就會很重要 我們從正面 一路慢慢角度往上 再往上最後成90度 所以在這個 全範圍的訓練當中的話 背部刺激才會比較足夠 才會是比較足夠的 那第二個就是 像這種把手 我們待會的滑輪下拉 它會跟一般我們做的 寬把的滑輪下拉 會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第一 我們在手的延伸的角度 就會不同 如果我們今天是做寬把的 上去頂多就到這個位置 可是如果我們今天是做 Cable的話 它的角度會再更上來一些些 所以相對來說 它能吃到下擴背 就會再更多 所以很多我們今天在訓練上 如果希望整個背肌能夠更完整 角度上就會相對重要 那尤其是使用Cable 就會是更好的幫助 那待會的動作 如果我是在右側 那我就會是左手拉 那第一 你要先把高度 就是腳的高度 調到一個適當的位置 踩一個高跪姿 然後我們的大腿會抵住 屁股外側也會抵住 手的部分 你就浮在大腿的上方 你就是浮在這個 卡榫的位置 好 手臂呢我們會一樣 會是正手 就是掌心朝前 然後慢慢下來的時候 我們會做一點點轉動 轉呢大約轉30度角就可以了 然後身體盡量朝向前方 然後上去延伸 這時候身體的話 盡量把擴背這個地方呢 向上抬 收縮 所以這時候它很明顯就會吃到 比較偏下方一點點的位置 好 再往上延伸 這個位置 下 所以我們的訓練越到後面的話 它就會越更 鑽進在特定的肌群 所以我們剛剛前面的話 都會比較偏上面 接下來我們慢慢 越來越往擴背走 接著擴背呢 我們甚至可以到 下擴背的地方 這樣整體來說 一次訓練 我們的背部 就會比較完整一些些 那一樣 如果我今天在上去延伸的 過程當中 我的肩膀不聳肩 保持在這個位置也是可以的 那如果你覺得你的擴背 在更往上的時候 都還有延伸感 那這個時候 再把手向上延伸 一樣 我們聳肩這個部分 可以當做一個 向心跟離心的判斷點 我今天往下拉收緊 好肩膀會向下沉 手慢慢向上延伸 肩膀不聳肩到這裡 可以停住 只是教練這邊會建議 如果你在往上延伸的時候 手伸直 擴背都還有感覺 這樣是最好的 這樣是最好的 所以這時候肩膀會自然的往上 但一樣 這不是聳肩啦 這不是聳肩 他只是把肩膀往上抬 讓背部有一個更明顯的伸展而已 所以如果說 我們今天再往下拉 收緊 好上去的時候到這邊 能不能再往下 可以的 因為肩膀這時候沒有往上 沒有往上抬 可如果說我今天再繼續往上抬 這邊都還有感覺 這邊都有感覺 那就盡量去把它拉開來 那主導的部分也會是在這邊 再往下拉 OK 有沒有聳肩 就是跟剛剛一樣 如果你今天在延伸的過程 你都還是在這裡 就你今天再往上延伸的時候 都還在這裡 可是如果你今天再往更往上 你會覺得 肩膀會痠 或者是手臂 前臂開始會用力了 就代表行程太長 所以我們今天教的所有動作 都有一個很重要的歸納一下 它都是需要看你的操作行程的 你今天在肩膀穩定這件事情 是第一優先 所以背部收縮也會是第一優先 那如果你今天再往前延伸 或往上延伸 你反而覺得手臂它開始用力了 肩膀開始用力了 那就代表你的操作行程已經過頭了 所以這是我們很多人在練背 一開始會沒辦法分辨的東西 今天要練出背部細節的時候 很重要的部分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看選手 他可能今天操作行程非常的長 那是因為他整段都是背部有在控制 可是我們有時候行程把它放短的目的 是為了讓背部收縮比較明顯 不要讓其他地方代償太多 好 那我們今天訓練的背部動作呢 即將進入尾身 那最後一個動作我們選擇的話 基本上會是以單關節為主 為什麼會是以單關為主 是因為我們前面其實大部分 都是以多關節動作啊 以拉為主 所以其實很多地方都已經使用到了 大部分的肌群背部肌群也都參與到了 角度上也都吃到了 所以最後呢 我們通常會建議再做一到兩個單關節的動作 那其中一個動作 我就會建議做這種反向飛鳥 反向飛鳥 那手把上的話呢 我們會建議他會有正把跟對臥把 那正把的部分的話呢 會比較吃比較多 會是在後三角的部分 第一你要先把你的身體挺起來 第二你在往外展的時候 手臂要盡量伸直 在操作的過程當中 我們的手肘是不會變動的 會保持在一個水平的狀態 那向外展的時候呢 你要保持挺胸 過程當中去找背部夾緊的感覺 再慢慢回來 那這邊的話我們會注意到一個細節 就是如果我的手臂跟肩膀 他不是水平的話 很容易在往後的過程當中 會是偏高或偏低 所以高度上來講 我們會希望坐姿的時候 肩膀跟手把會是成一個水平的姿勢 那有些人他們可能在操作上 可能握這個正把的時候 他感受不到背部 那這時候就會建議呢 你可以握在這個對握把手 因為對握把手的時候 我們會讓肩膀的位置往下沉 所以相對來講 我們的背部就可以再更穩定一些些 所以這個時候 我當我往外展的時候 背部就會有更明顯的收縮感 會有更明顯的收縮感 所以這兩個地方 還是會有些些微的差異 那每個會員都可以去 因你身體的狀況 然後去選擇你想要的手把 在訓練上 它很多很多角度 所以其實你是可以訓練非常多天的 你一週訓練兩三次甚至都是可以的 因為我們今天在水平跟垂直上 它的角度非常非常多 我從低拉甚至到高位 然後到垂直到水平 它角度其實是比胸啊比腿都還多的 因為背部的肌群其實非常非常大 所以其實我們做雙關節單關節動作非常多 我們一個禮拜訓練到兩到三次都是可以的 那訓練到兩到三次 然後再搭配上一些適度的有氧 你才有機會在夏天前看到你背部的線條 基本上我們如果大肌群結束以後 你想要刻意的去訓練一些看得到的地方 比如說我們的肩膀的後方啊 或是後三角的位置這些地方 那教練這邊會建議 以小肌群來講單關節動作 在訓練完主訓練 可能搭配兩個會是最理想的 滴滴教練今天的背部訓練就講到這邊 那希望大家要記得跟現場的健體顧問 報名我們的滑船多氣爭霸戰 那在這個夏天能夠打造出龜背 一起穿上背型鹹露你漂亮的身材 我們下次見 掰掰 3 2 1 開始 好 大家好 我是健鎮工廠的滴滴教練 好 從頭來 你的切割度就會越來越明顯 好 那 一種那個 等等 等一下 沒關係 要進業配了對不對 沒錯